我不在这儿 要不就到我房里去 哪有叔叔往侄媳妇房子睡宗教的脸啊 哎哟哟 他能多大了 就忌讳这些个 不管读者多以读红品 红薇牙诗 也不能否认 红楼梦和某萍梅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跟红楼梦和某萍梅的关系相似 曹公在红楼梦内 也设计了个双生谷底 荣国府和宁国府 荣国府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大观园 是太虚幻境在人间的影射 是清静的女儿王国 而贾真统领的宁国府 则是县世的娶乐王国 除了门口的石狮子 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曾经把贾家第一代主子 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老婆交大罪嘛 我要往祝堂里哭太爷去 哪里成王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 每日家偷狗戏机 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养小叔子 我什么不知道 咱们胳膊蛇冷往袖子里藏 这个爬灰的爬灰 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自清代一家 就成了红楼的两大公案 啥是爬灰 到底谁在爬灰 恐怕诸位红尼们已经知晓了 今天咱们就要判一下 另一个红楼公案 交大说养小叔子的到底是谁 养小叔子这个不甚雅观的词 有两种解释 一说是嫂嫂跟小叔子有四情 比如潘金连对武松那样 就是想养小叔子 这个解释比较常用 还有一种主张 说这个养小叔子的养 跟探川说的 谁不知道我是以养养的养子同意 是生养的意思 养小叔子就是指 爬灰之后 儿媳有了生养 因伦理关系十分混乱 生出的儿子又是自己的小叔子 因此叫养小叔子 不得不说 这个事业看上去都有点勉强 通常研究者们 列出的养小叔子的嫌疑人有两个 一个是王熙凤 一个是秦可卿 有研究者指出 养小叔子就是王熙凤啊 养的小叔子就是贾荣 你看刘姥姥一进大官员那回 当着刘姥姥面 王熙凤和贾荣 那叫一个打情骂俏 轻薄轻逆 尤其是贾荣要走了 凤姐又把他叫回来 援助上说 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 出了半日神 忽然把脸一红 又笑道 大了 你且去吧 晚饭后你来再说吧 这回子有人 我也没精神了 贾荣硬个事 迷嘴儿一笑 方慢慢退去 这样暧昧的描写 绝对是有鬼 然而迟此说者 首先就弄错了 王熙凤和贾荣的关系 贾荣是王熙凤的侄子 而非小叔 其次 上段表现 暧昧不庄重的根源 就在那句 忽然把脸一红 可我翻越了 吃驱资马来的 更成本之批红楼梦 在这最终时遇 曹月庆原著的 红楼梦版本里 脸红这话压根没有 直到高厄成为原 增山修改后的 成高本里 才有这么一句 也就是说 这个跟贾荣说话 突然脸一红 是高厄这版 故意无限阿放 王熙凤是叫住 直儿有事 且当着刘姥姥 这个外人不能说 但绝非是让人 一想起来就脸红的事 成高他们这样编排阿放 可能只是为了 加点匪文 给书增加销量 最后从游二姐的事 亦可知 王熙凤和贾荣之间 并没有乌七八糟的事情 借游二姐之事 王熙凤把个贾荣 又打又骂 毫不留情 而贾连得知 是王熙凤设计害死的游二姐 也是贾荣告的密 若是有那等私密关系的话 这直身俩 也不会互相如此绝情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指出 说养小叔子的 是王熙凤和贾宝玉 这次关系对上了 宝玉的确是凤姐的小叔子 可我想大部分朋友 恐怕都会跟我一样 完全不会认同这个观点 有人说 宝玉跟凤姐的确亲密过分了 有时候还会牛骨糖似的 猴在凤姐身上 难以受受不亲爱 但这是因为 宝玉只是个十岁出头的小孩 而且长得清俊 又会讨姐姐妹妹们欢心 被姐姐妹妹们宠惯了 她不止会猴在凤姐身上 她往谁身上 都会牛骨糖似的猴 对鸳鸯不仅会猴 还会亲人家的嘴 是人家嘴上的胭脂呢 况且凤姐不止是宝玉的嫂子 更是宝玉的姑舅姐姐 亲上加亲 两人亲一点 也无可厚非 王西方有时候不够庄重 但绝对不是银邪之女 贾连被抓包后 恼羞成怒的对平儿说 她不论小数字枝 大的小的 叔叔笑笑 就不怕我吃醋了 以后我也不许她见人 平儿道 她凑你使得 你凑她使不得 她原形的正走的正 你行动便有个快心 连我也不放心 别说她了 平儿说话最为公语 曹公也是在借平儿之口 为凤姐摘掉这个须名 那养小数字的 就是请可亲吗 我们先看看 可亲的小数字们都有谁 贾荣的兄弟 我们能叫出口的 一般有 贾强贾勤贾云 而可亲跟这些人 压根没有一丝关联呀 纵使可亲 善风情 丙风貌 便是败家的根本 咱也不能啥帽子 都往人家头上扣啊 还有一说 可亲养小数字的 就用到了上文猎刀的 养的另一个含义 生养 甲真生养孩子 可亲之死 就是因为知道 自己怀了甲真的孩子 羞愤之余就自杀了 这一说看似逻辑通顺 逼者却总以为站不住脚 首先 将养小数字的养 等同于生养的养 本来就有点强词夺理 不合此话的常见意义 其次 请可亲跟甲真不干净 在原著中 已没了实在证据 只能靠诸多怪语之处来推论 可亲怀孕 又是在这个推论之上 推论出来的 而怀的是小数字 又是在推论的推论上再推论 这样在推论的基础上 推论再推论 已经是脱离原著的自我创作了 这不是在读书 而是在写同人文 这种类型的推断 闲暇时间 看脑洞玩玩上课 切不可严肃呆着 况且原著已经强调多次 请可亲变得蹊跷 却并非怀孕 关于养小数字的到底是谁 有研究者指出 干着被得知试的 跟爬辉的一样 依旧是假证 首先 跟容国府相比 宁国府的风格 更像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蔓延不孝 接荣出 造型开端实在宁 有淫这个嫌疑的女子们 都出自宁国府 比如秦可卿和二游 而且焦大也是一直待在宁国府 耳濡目染的 自然都是宁国府的事情 其次 焦大最骂的原文就是 焦大越发连贾真都说了出来 乱叫乱说 我要到祠堂里哭太爷去等等 焦大越发连贾真都说出来 统领的是下面他骂的话 也就是说生猪的畜生 每日家掏狗戏机 爬灰的爬灰 杨小叔子的杨小叔子 都是贾真干的事 只是跟他做出这两件事的女性不同 一个是儿媳贝 一个是嫂贝 那么杨贾真这个小叔子的 到底是谁呢 一些前辈研究者指出 就是没怎么出场的贾强的娘 这个推测 首先符合了杨小叔子的定义 贾真的确是贾强娘的小叔子 其次 这也解决了 另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疑问 贾真为啥带贾强 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贾荣还亲 曹月琴言文特意指出 贾强长得比贾真的正派儿子 贾荣还要风流俊强 而且这孩子从小跟贾真过户 急得贾真溺爱 后因下人们嚼舌根子 贾真为了避嫌疑 这才给贾强置办了防舍 让他搬出去住 如果说贾强是贾真的私生子 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宁国府的某瓶没风 贾真跟自己嫂子不干净 简直再平常不过 从上到下都契合的如此妥贴 我也认为此说可能性最大 杨小叔子的到底是谁 凤杰说 我一个黑心歹毒醋坛子的名声 就够够的了 这帽子可别再往我头上扣了 可卿说 说我是造星开端败家根本 我也就忍了 我死得那么早 连个大官员都没见着 你们这些研究者还偏爱编判我 信不信我给你们托梦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和三连投币 这里是民主校团 我是山石宇 我们下期见